西洋花宇风神榜 今天又有大来宾来到现场了 我们欢迎刚刚发行最新专辑 韩根的韩根欢迎 哈喽大家好我是韩根 哇我看到你 我还想说你的金头发怎么不见了 我来之前我28号演唱会结束嘛 29号我就马上就把同学又重新弄回来 因为8月18号在上海有演唱会 我就想换一下造型 那么在这一张新专辑里面 上一张专辑是2010年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已经隔了两年了 这张专辑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 其实第一张专辑呢 我更多是想表达的一些 我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 就想证明自己 有很不同的音乐类型都在里面 是 对那封面的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大头像 就是很想去给大家说 我要重新开始 重新更新 要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第二张呢 更多的是表现了 我自己的一些态度啊 还有一些对一些事物啊 或者对一些很多事情的看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个 在第一这张专辑里面 第一首开始主打的歌曲 嗯 这一首歌曲 MV很特别啊 嗯 是不是 是 是你说小丑面具 对 就是挺特别的 因为刚刚开始我跟导演沟通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这个音乐类型就是很比较特别的音 对 里面我自己有加了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在里面 是 对你仔细能听能听的后面铺垫了很多一些怪怪的声音 不仅有哭声啊 撕吼声啊 这都是你自己的音啊 就有自己的声音 哇 对 那不是很累吗 这一首歌 很累啊 就唱了好几天 对 后面的副歌里面又加了下美声了 呜呜呜呜呜 那种还有鬼叫声 这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想要讲的 那这些代表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幽默和一个比较调侃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你小丑面具 本来你戴着面具就像一个不是自己 但有的时候你是戴着面具你是不想戴着面具的 是很透明的戴着面具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怪怪的声音 就是有可能是内心的声音 所以加了一些这样觉得音乐形式就比较丰富一些 可是除了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小丑面具这个MV外 我听说有一个隐藏版更恐怖啊 更诡异啊 对对对 因为还在我的电脑里 因为刚开始他做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跟导演已经沟通了 说你怎么扭曲怎么去抽象 你怎么来拍怎么来做 我更喜欢那一版比较抽象 整个脸都是扭曲 那什么时候公布给大家看呢 我们都很想看 现在别看 我好想看啊 比较恐怖 不是不是不打算公布 还是想要找一个好的实际 看吧 如果可以的话 有可能会再帮我 开拍前两个小时 所以我就说 你改了你的舞步 所以我跟那个老师挺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老师真的是在 是世界冠军 就是popping的世界冠军 所以他来教我的时候 我当天去 因为第二天才拍 我当天去 他就教我了这一段舞蹈 等到现场我看了所有的一些环境 然后再配上我的服装 还有一些化妆 我觉得老师对不起能不能 换一点 改一下 因为刚开始那个舞蹈有点不符合 那最后改了这 开拍了前两个小时 重新编的舞步 可是你很厉害 两个小时之间 你马上就可以 记起来这个舞步 所以没办法逼了吧 好厉害啊 你这样会不会影响你的专辑销量 对啊 或者等等 我说我想就是在演唱会上 变成一个像一个专辑之前的一个发布 你最好是在现场来看 最后你在听音乐有很多鬼都一样 所以这张专辑我到了台湾 我才看见真正一样版 这张就是送给你 哦 谢谢 谢谢 哇 这也是这个照片有什么寓意吗 来看看这个 照片 对 但是背景是黑色 就比较沉 这边是一道光像火焰一样 来聊一下演唱会好了 演唱会这一次很不同啊 有听说跟刘谦合作 有这个魔术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这次演唱会呢 想去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很炫的秀 不想做成这脸子把歌全唱出来 变成一个歌影会 所以这次我就想到刘谦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 一个大舞声音舞电影 对对对 从那里认识以后呢 我们就想了很多 说我们演唱会 能不能请他来帮我做一些 魔术的监制 嗯 所以这次演唱会就把他请过来 请过来之后大家合作也挺愉快 嗯 有没有很难的魔术 是你学了很久 或是你本来很喜欢看魔术 想说 比如说把自由女神变不见 我也好想变这样的魔术 特别请他来设计的有没有 没有没有 其实更辛苦的是我的一些工作人员 和单身 对 他们的是比较喜欢的 那OK 那什么时候来台湾呢 台湾我们一直在计划 看在什么时间内来台湾 因为今年的大部分的 已经差不多已经排好了 因为有上海 有成都 有深圳 还有泰国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嗯 应该在明年吧 好 粉丝们 我们一起期盼 韩康跟明年来台湾开演唱会 因为开演唱会除了要合唱之后 我觉得另外一个同乐也是很重要 韩康怎么会跳舞 要不要交代这些 比如说在MV里面的舞步 让大家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同乐 就先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小丑面具好了 有没有一些基本上 基本的舞步可以跟大家你知道 分享一下 小丑面具 先教小丑面具 小丑面具很难啊 你说freestyle那一部分吗 不是 不是 我只会 副歌了 副歌了 怎样怎样 先教你吧 好好好 一 二 三 四 会吗 再来啥 好 一 二 三 四 好 那个 咱们先聊一下专辑 我跟你讲 我每次我们蜘蛛人要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尤其到跳舞这一部分 汗都出了 我多尴尬 而且我知道我要跳舞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马上在看那个小丑面具 想说到底哪一段会跳舞 我后来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非常会跳小丑面具的其中一段 哪一段 我觉得非常像 你来 是不是有这一段 咱们再聊一下 先别坐 先别坐 那个 大家看我就不好看嘛 我们来配乐 来看韩庚跳一次这一段 最愁就是若孤独 不情能自我保護 我越是活得冷酷 越是中孤獨的毒 面具下每種皮膚 渴望能感受溫度 快樂越痛越加速 我卻轉眼抓不去 別人害得我羨慕 然後就有這樣子晃 就有這個吧 教你那個 好厲害好厲害 可是呢 我知道這個 《無辜》對大家來講 是有點困難的 可是呢 在MV裡面我知道 你有另外一首歌曲 想要來呼籲大家說 一起來跳 而且有機會 成為你MV的一部分對不對 對對沒錯 因為這次的 這首歌的MV呢 我想讓大家一起 跟我一起勇於一個互動 把大家錄的一些視頻 加到我的MV裡面 就所以 大家都有可能成為 這個MV的主角 好 想不想成為 韓滴MV的女主角 未必是女主角 把他想講給主角對不對 男主角也有可能嘛 想的話 趕快趕快 趕快來學習一下 這個無這無難不難啊 不難這個你可以學 好 謝謝 哈哈哈哈 然後香港教你了 好 來 一 二 三 四 弦淡超人 對 動的光波 哈哈 啊 蠟筆小心 哦 一 二 三 四 來 第二個動格 五 五 超人 六 七 八 好 下一動格 一 二 三 四 波浪 五 六 七 八 好 那我們就 一 二 三 再做一次吧 好 那我輸出了 好好好 記住了嗎 OK的啊 其實我在家裡有偷練 哈哈哈哈 我怕 我怕出球啊 你知道嗎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嗚hof 我也是Hero了 我們就把這個來當做Ending好了 我們希望這個 韓哥的新專輯 在台灣大麥 以外呢 也希望他明年可以 趕快來到 台灣開演唱會 跟愛他的歌迷們見見面 好不好 最後的Ending呢 我們就來一起 Hero一下 來來來 快上了啊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